你们谁是最厉害的怪兽 小雪 你听我的怪兽嚎叫 小飞姐姐 你的嚎叫还没生气的眼睛老师声音大 小雪姐姐 我的尾巴乌黑有力量 大宝 毛绒的尾巴小狗也有 你这个也算不算厉害 小雪姐姐 我的怪兽去吧 可以删除疯吧 俗门 我怎么都没感觉到 看来公平怪兽的特征 并不能选出谁最厉害 要通过一些比赛竞争 你们来比比谁的力气大吧 比力气 我肯定会输 我要先喝下增加力气的魔法药水 我要成为最厉害的怪兽 小飞姐姐 你怎么才过来 我姐姐在偷偷热身 小飞姐姐把小美 你们身上把我举起来 谁就是最厉害的怪兽了 小雪姐姐 你是我哥 我举不起来 我也不行 看我的 小飞真厉害 我宣布你是最厉害的怪兽 大嘎了 我不服 小雪姐姐 一场比赛不算什么 我们应该再比一场 好吧 这次我们比智商 谁能答对问题 谁就最厉害 小飞姐姐已经赢了一场比赛 这次我一定要赢 我们这瓶魔法药水 我就会变成最聪明的怪兽了 我们可来答题吧 第一题 妈妈的妈妈叫什么 啊 这 这 叫外婆 第二题 数字三的前面是什么 答案是二 大宝都合大队了 这次是大宝赢了 我才是最厉害的怪兽 小雪 接下来我们还比什么 你们评选最厉害的怪兽 竟然没有让我参加 太可恶了 我要把小雪变成小宝宝 看你还怎么到裁判 我不想变成这样 没有了裁判还怎么比赛 小雪姐姐 我的治愈魔法应该可以帮你 变回原来的样子 这一句接力 小妹你真好 你的治愈魔法也很厉害 我觉得你也是最厉害的怪兽 小雪 你选出谁是最厉害的怪兽了吗 我觉得大家都是厉害的怪兽 大宝 你才不是最厉害的怪兽 你平时场景很差 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小笨姐姐 你平时力气也不大 你也不是最厉害的怪兽 你们别吵了 我们一起看看回忆之境 好啊 原来你们两个 都是靠着魔法药水 才赢得了比赛 你们不是真正的厉害 小朋友们不会学你们的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有魔法骗人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谁才是怪兽学校 最厉害的怪兽呢 觉得我厉害 就发送一一 觉得我厉害 就发送啊啊 觉得我厉害 就发送三三三